中秋节有着团圆的意思 有些长子和弱势家庭 因为独居和经济关系 无法和家人相聚 三星乡公所今天在展演厅 开了24桌 准备食道美味的料理 让乡内的低收入户和独居老人 一起吃顿中秋团饭 有啦,很高兴 很高兴 在这里吃饭就很高兴 可以吗? 今天吃饭就有欢迎吗? 有喔 对 看着现在老朋友 对啊 好处 活动也在三星人士 简易征的卷助下 每户赠送1000元红包 总金额达20万元 让他们可填购民生物资 特别欢迎看到大家 这么拥有来出现 我们今天基盘五分做三种 建设是好 中间是好 跟独老,独居老人 今天看到这么多贵宾 也不想来支持华东 表示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公所站在公报问 未来 我给大家保证就是 有很好的困难需要帮忙 随时找公所 公所绝对会受尽办法 跟大家来做三天 所以我代表我爸爸妈妈 跟文章跟国外卖 来共用我们这里 共享一项新闻 品尝美食加上音乐欣赏 晚会宛如异常大兴同乐会 提前过中秋节 越南新闻记者黄竹汉 实习记者杨美芳采访报道 新的歌给了大兵